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没有,不用,没事,今天又来分享疏通地漏方法啊,这个客户家这个地漏堵住了啊,然后我现在呢,怎么判断这个地漏堵得远和近呢,我们现在给花沙往地漏里面灌水,看看这个水灌了一段时间,这个水才下不去啊,然后这是客户家自己的工具,自己家的手摇摇都摇不通,将这种客户自己都没漏不通的,然后我呢,只能尝试 看能不能弄得通啊,先给自己工具包里面的疏通弹簧给它找出来,先找一个短一点的啊,看看这个地漏里面是不是掉了头发或者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给这个1米2的疏通弹簧连接到电钻上,然后塞到地漏里面去,看看能不能疏通的了,这个疏通都是老办法啊,边转边给这个弹簧,给它打开, 看这个弹簧是过弯了,但是滴落里面的水好像一点都没下去啊,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再给这个疏通弹簧,先往里面塞,然后再用手电转边转,然后让这个弹簧过这个下面的沉水弯,你看刚刚来一下过沉水弯还很简单, 这一下呢,这个弹簧过不去了,想遇到这种弹簧过不去,还真是一个头痛的事啊,然后呢,这个短弹簧过不了沉水弯,然后我们怎么办呢,再想办法再换一个弹簧啊,因为多尝试疏通,它这个东西每一家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用不停的方法来尝试,然后我换了一个长一点的弹簧,但是这个弹簧呢,有点硬,没有刚刚那一根弹簧 弹簧柔韧性好啊,就不知道这个弹簧能不能过沉水弯,那个弹簧头已经塞到沉水弯下面了啊,然后我们给这一头连接手电转,看看能不能给这个弹簧转到过沉水弯啊,疏通的时候,鱼斑的堵的地方都是地漏的沉水弯那个地方堵,但是呢,这个弹簧有点硬,感觉过不了沉水弯,但是我们用这个弹簧塞的时候,一定要用巧粒,不能用蛮粒 因为用蛮粒很容易给,知道吗,给楼下的捡修盖给它捅坏了,到时候漏水漏到楼下,那就麻烦了啊,我们活可以不干,但是不能给客户家的东西搞坏了,这个弹簧有点不听话啊,搞了半天,转不进去 你看,我边转边塞,反正这个弹簧就是过不了沉水弯,看来在这个滴漏疏通不了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呢,给花沙再往滴漏里面灌水,看看流水情况有没有好转 看他这个堵的地方有点远,放了好多水,看这个水才会慢上来啊 然后我们给水关掉,然后我们到洗碾池放个水 看,洗碾池和滴漏是通的,洗碾池一放水,滴漏里面就翻水 然后我现在呢,尝试了在洗碾池下面,用弹簧疏通一下,看行不行 我现在呢,用刚刚那个长的这个疏通弹簧塞到洗碾池下面的这个下水管里面进行疏通,疏通了一回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给糖黄拿出来,看管道里面有没有沾东西啊 但是呢,我们看滴漏里面水已经少了 然后呢,我们再用花沙,开水往滴漏里面灌水,看滴漏里面的水会不会往上慢 哎,还不错啊,这下放了好久了,地面的水没有慢上来 还是在洗碾池收通有效啊 然后我们给洗碾池水也打开 顺便洗个手,然后再观察一下下面有没有慢水啊 他这个放了过滤网,挺好啊 没有头发掉的下水管道 看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看,一漏的水就没有像一开始一样慢上来 证明这个管道就疏通好了啊 师傅们,你们觉得疏通,这个火简单不简单 一般的就是要看方法啊 来,看看这个洗碾池也放了,一直在放水 一漏的水没有慢上来,这个火就干完了 你们学会了吗,分享完毕,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